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车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仍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升涡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v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回到4月19号的国语晚间新闻 继续来关注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首先先来关注近期发生在中国山东省境内的森林火灾情况 18号发生在济南和泰安交界地区的多处森林火灾 经过一昼夜的灭火努力 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目前尚没有对泰山构成危险 据了解 18号上午9时 济南长青区发生深雷火灾 当时现场有多个火点 由于风势较大 火情一度向泰山方向蔓延 山东省有关各部门高度警惕 迅速设置隔离带 严防火情进一步蔓延 经过一昼夜的努力 目前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火灾尚未对泰山构成威胁 山东省公安消防总队表示 泰安消防支队派出300多人 40余辆消防车 协助泰安森林消防部门设置隔离带 济南市警力有300多人参与灭火救援 当地乡镇也派出了民众消防力量参与灭火 火点附近1000多名居民已经安全撤离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起果原因正在调查 鉴于山东因长期旱灾 导致森林火前等级居高不下 山东省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严防森林火灾 当地时间19号上午 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国土资源部通报了土地督查工作情况 情况通报称 2010年中国违法违规用地问题 仍然比较严重 达到3.42万宗 涉及土地面积73.35万亩 其中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项目 违法用地达到33.04万亩 占全中国违法用地面积的45.05% 交通运输项目违法用地面积达到33.93万亩 占全中国违法用地总面积的46.27% 中国国家土地副总督查甘藏春表示 国土资源部将会同相关部门 对土地审批进行改革 力争从制度上程序上解决重点工程的违法问题 此外针对今年各地建设用地需求量 已经大大超出国家控制总量的问题 中国国土部表示 目前土地执法监管形势十分严峻 今年的卫星图片执法检查工作已经部署 将会继续坚持土地问责制 再来关注中国华东地区用电紧张的消息 近期中国华东地区正在遭遇新一轮的电荒 部分地区的用电缺口甚至远远超过了2004年 那场严重的缺电危机 中国国家电网浙江公司调度通信中心副主任代言表示 华东地区一些省市 新年元旦过后 全省的用电就非常紧张 现在每天的缺口 从三月份来看 最大的缺口都在300万千瓦以上 每天中国国家电网 要从外省调集进1000万千瓦的电力支援浙江 即使这样 浙江省政府还不得不对一些企业进行限电 据统计 一季度浙江省被限制用电的企业达到了50多万户次 目前浙江全省各地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 以及医院学校等重点部门的用电尚未受到影响 但电力部门表示 假如目前的用电缺口 在夏季用电高峰到来之前得不到根本的改善 借此用电形势将会更加严峻 不仅是在浙江 一季度江苏等地的用电量增长也达到了15%左右 经过调查发现 进入今年以来 这些缺电地区无一例外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 尤其是一些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 让电力部门不堪重负 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专家周大地表示 电力增长快 经济速度快 可能是很多人的期望 产业结构调整和过高依靠投资 拉动经济这个状态还没有很好的转变 周大地个人认为 经济增长7% 电力最好也应该保持在7%左右 随着中国五一小长假假期的临近 中国各热门旅游线路的机票价格也是普遍看涨 其中飞往三亚 厦门等地的机票价格都已经涨至全价 尽管如此 购票情况依然紧张 随着五一假期的临近 一些热门航线 如厦门 丽江 三亚等地的机票 除了没有优惠外 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 20号开始 海南开始对中国国内游客 实行离岛免税政策 不少旅行社的海南线路异常火爆 咨询海南离岛免税之旅的民众特别多 还有不少游客放弃了香港购物游 转而选择了海南购物游 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说 由于今年4月下旬 海南的机票 酒店预定量持续走高 五一期间 三亚的团队游虽然涨幅不大 但自由行报价却比上旬高出很多 当地时间19号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与中国电信 就实现机上通话和上网达成合作协议 国航表示 今后飞机在飞行当中 旅客可以不必再关闭手机 甚至飞行当中 也可以使用自己的手机通话 而这一业务预计两年之内 就可以全面普及 但是收费标准将比一般地面通讯收费略高 目前具体的运营模式正在商讨之中 日前准备从北京坐火车 去香港的日籍华人秋田 因拖欠一笔装修款 久久未还被北京大兴法院的法官 拦截在北京西站边检站 并且向他发出了限制高消费令 这是北京法院首次对外籍人士 采取限制高消费的措施 执行法官向秋田说明了 最高法院发布的限制高消费令 秋田表示一定会严格遵守中国法律 积极配合申请执行人 尽快将欠款还清 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 秋田签订承诺书 保证在六个月内清偿债务 并且当场交付了部分的欠款 整看海峡两岸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19号 安徽经贸文化保岛型开幕式 继台湾安徽经贸合作研讨会 在台北举行 安徽省省长王三运表示 安徽此次组团访台 要向台湾各界展示一个魅力的安徽 潜力的安徽和活力的安徽 在已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上 与台湾进一步加强合作 王三运在致辞中 隶属了安徽独特的自然文化资源 以及在吸引台资方面取得的成绩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波雄 在致辞中特别提到 安徽此次的访问团 把主题定义为民传亲缘保岛型 很有意义 据了解 王三运此次访台 带来了五亿元的商机 随后的几天 他们会到台湾的中南部 采购农副产品 洽谈进一步合作的项目 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莲 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陈武雄 等在开幕式上致辞 现代中医药产业合作研讨会 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交流会 文化产业合作交流会 旅游合作交流会 同日在台北举行 中港台新闻到这里 先暂时告一段落 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还有体育和天气方面的消息 别走开 先来看NBA方面 本赛季强势出击的 迈阿密热火队 在首场季后赛 立刻废成76人队后 凭借着LeBron James的29分 以及Chris Bosch的两双成绩 他们最终以94比73 大胜76人队21分 在季后赛连下两成 以2比0领先 在昨天的比赛中 热火队只有三巨头 得分上双 LeBron James攻入 全场最高的29分 占下7个篮板 并送出6次助攻 Chris Bosch拿到21分 是一个篮板 而Dewin Wade则砍下14分 并有6个篮板进账 76人队的首发球员当中 只有Drew Holiday 得分上双 而他也仅仅拿到 可怜的12分 Andre E.Codella拿下5分 而Alton Brand 更是只得到可怜的3分 再来看NHL竞后赛方面 蒙特利尔国民队 出战波士顿棕熊队 国民队最后 以2比4输掉比赛 系列赛的总比分 被扳为2比1 棕熊队在开场后 3分11秒 由David Cressy率先进球 而他们在4分38秒的时候 由Nathan Gordon 凭借着一次反击 再下一城 到了第二节 Corey Price 在一次往后停球的时候 出现传球失误 被棕熊队的Mark Rush 钻球后 帮助Rich Peverley 打空门得手 将比分盖写为3比0 随后国民队几经艰辛 才凭借着Andre Costison 在7分03秒的进球 扳回一城 比赛进行到第三节 国民队打出强力的反击 并由Thomas Plaknik 以一记转身射门得手 将比分坠至2比3 但是在最后阶段 被对手遏制 并在最后时刻 摆出空门的时候 被棕熊队的Chris Kelly 偷袭得手 最后国民队无力回天 以2比4输掉比赛 听消息过后 来关注一下 多伦多现在户外的天气状况 现在户外是阴天 局部地区有骤雨 四摄氏度 吹没小时25公里的东风 相等湿度75% 了解一下 未来5天的天气测 再去看一看加拿大各大城市 明天的天气状况 除了中国文学 其实在中国民间传说当中 也有不少家喻户晓的好作品 在中国出生的美籍华裔作曲家周龙 为白蛇传英语版歌剧作曲 获得本年度的普利兹音乐奖 是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亚裔人 英语版的白蛇传歌剧 另在异乡闯天下的周龙 再攀上音乐事业的高峰 周龙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 白蛇传英语版歌剧 作者中一个灵魂人物 他用了三年时间 为白蛇传作曲和编曲 我们想白蛇传应该就是 很像那中国戏 有很多像什么小段桥 小庭 小院 就是很中国气息的 他们没有这个 他们一开始就跟我们约法三章 说我们不做你们那些经济的东西 57岁的周龙在中国出生 其后到美国工作生活了17年 透过他对美国文化的了解 以及近30年的作曲编曲功力 将管弦乐的交响与京剧锣鼓的节奏 巧妙地结合起来 令西方观众听得懂也看得懂 这个中国的传奇故事 周龙又首创 以儿童合唱团和成年人合唱的效果 为歌剧添加了一份心意 美国普利兹奖1917年创立 地位等同于新闻界的奥斯卡 表扬过去一年 表现优秀的新闻从业员和机构 也设六个奖项 表扬作家和艺术工作者 WOW TV 李超报道 4月19号的国一晚间新闻 到这里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是大选论坛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